而我首先呢 想要去回顾康牧师呢 最近和我们分享的一些 而这个星期呢 这几个星期 康牧师一直在分享 神的国度 天国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儿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看上帝呢 是美善的神 祂要祝福我们 祂要赐给我们 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 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目标 跟优先呢 就是基督形象和亲近神 Amen 因此我们必须要关注 我们里面灵力的生命 尤其在这个时期呢 上帝在呼召我们与祂相遇 来聆听祂的声音 在这个沉默跟独处的地方 而今天呢 我们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路加福音五章 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 在路加福音五章呢 二十七节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呢 二十七节说 这事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利未 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 起来跟从了耶稣 立位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摆宴席 有许多税吏 和别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赛人和文士 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 并醉人一同吃喝呢 而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见 耶稣在呼召利未 他是一位税吏呢 来跟从他 好 这个税吏是谁呢 在圣经时代 税吏 他们呢 是被犹太同胞所憎恶的 他们 被算作呢 是这个叛徒 他们去服务罗马人 而且为了个人的利益呢 去剥削自己的同胞 而他们不能够呢 在法庭上作证 而且呢 是从会堂里面 被驱逐出去的 他们被算作呢 是最糟糕的罪人 他们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一群人 而利未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注意到呢 这里耶稣就看到了利未 而他是坐在睡棺上 虽然呢 有一大群人 他们围拢着耶稣 他们要听耶稣的教导 但是呢 利未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算钱哦 所以利未 他完全冷漠 而且对耶稣 一点也不感兴趣 但是呢 耶稣 他对利未的态度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耶稣 那天没有呼召呢 这个蛮有热忱的群众的 任何一个人 他反而呼召的是 一个没有希望呢 只关注自己的利未来 跟从他 难以置信耶 但是呢 更惊人的是什么 更惊人的是 利未 他真的撇下所有 起来跟从了耶稣 哇 所以这个十二不赦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改变了呢 朋友们你必须要明白呢 这是因为上帝的吸引 上帝的吸引 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四节 告诉我们说 若不是拆我来的 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所以没有人 可以来到父这里 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个 意志跟能力呢 来到主这里 我们靠自己呢 是盲目 是看不见 无法认识跟选择神的 其实呢 在马太福音呢 十一章二十七节 耶稣就说了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所以除非呢 上帝本身来吸引我们 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 没有人可以来到主这里的 这个完全呢 是上帝呢 他属于他主权的工作 而这个词呢 吸引呢 在希腊文里面是 Helko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 靠着内在的力量 来吸引 来带领 来驱动 换句话说呢 这是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 动工 来吸引我们 来带领我们 来驱动我们 跟从耶稣 而这个吸引呢 就像是 我们在我们的心门上 扣门一样 就像启示录呢 三章二十节 告诉我们的 他说 看啊 我正在门外 扣门 若有听见 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 作息 所以 当你感受呢 你的心中呢 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牵动的时候 你必须要打开 你的心呢 去跟从他 希伯来书呢 三章七到八节 告诉我们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着心 是的 今天呢 圣灵 他还在对你说话 他要来吸引你 来到耶稣这里 当你听见他的声音 你不可应着心 所以 如果没有这份吸引 如果没有这个呼召 还有我们心上的扣门 我们都是迷失的 你可能觉得说 我是富足 我是发了财 我一样都不缺 但却没有发现说 其实你是困苦 你是可怜 贫穷 瞎眼跟赤身的 而就像立位一样 在耶稣的同在里 而当 他看见呢 群众的兴奋 他却呢 毫无意识 而且 完全不为所动 他只是沉迷于 对金钱跟成功的追求 但是耶稣一旦呼召了立位 这就成了 他生命的转捩点 立位 他就立刻 离开所有 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而从一个糟糕的 税吏 立位呢 他就成了耶稣 十二个使徒之一 教会 你必须要去关注 这个上帝的吸引 康乌士呢 他一直在鼓励我们 专注于我们里面的灵命 在沉默跟独处之中 因为这就是转变发生的地方 最近呢 有人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 有人问我说 牧师 你是怎么来教会的 你是怎么来到 你怎么信耶稣 你怎么来上教会的呢 当我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再一次想起了 这是上帝的恩典 不断地在吸引我 你看我来自一个 非基督徒的家庭 我从小到大都是拜偶像的 所以我没有基督徒的朋友 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谁 而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信仰呢 是当我在念中学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 他送了我一本呢 新约的小圣经呢 我就接受了这个礼物嘛 因为我不想要拒绝 朋友给我的礼物啊 但是呢 我把这圣经带回家之后呢 我就开始读啦 而我越读呢 我就越多对这个耶稣感兴趣 所以有一天 我就问我的朋友咯 我说 他教会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课程呢 可以让我更多认识这个耶稣吗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哦 给我一个时间呢 然后告诉我说呢 好你要的话呢 你可以去呢 参加那个小组聚会 但是我不会在那里的 我就说好吧 所以一个礼拜六下午呢 我打了巴士 去41A Amber Road 这个地址哦 我很紧张了耶 因为我的逻辑告诉我说 我不应该去的啊 首先呢 我根本不知道说 这个聚会到底是什么耶 第二呢 我根本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一个人了 但是呢 我感觉到神的吸引 我感觉到神的吸引在我的心中 而在那场聚会里面 我深受感动 上帝的同在大大的触摸了我 我哭 我不断不断的哭 而那天呢 我将心交给耶稣 而从那天起 我的生命呢 就完完全全的转变了 而当我在反思的时候呢 我怎么样认识基督的 我怎么会上教会的呢 我就发现说 从一开始呢 其实到今天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都是呢 上帝的一个牵引 上帝的大雷 上帝的一个激励在我的心中 其实不来自于我 而我感谢神 我没有去忽略 我那心中的牵引 因为如果有的话 我就人不会在这里了 所以朋友们 除非神吸引我们 我们不能够来到他面前的 因此教会 我们必须呢 要关注于上帝的吸引 我们大多数人 太忙碌了 我们太忙碌 没有办法停下来 去关注于上帝的一个吸引 鲁医师呢 说我们大多数人呢 都重复的错过了上帝的提示 我们没有注意到 上帝在我们里面所说所做的 教会我们必须 要抽出时间 而且给上帝空间来吸引你 来对你说话 阿们 你知道康牧师呢 几乎在两年前回来的时候呢 他其中第一个对我讲的话是呢 他说 少人你太忙了 所以呢 那些话呢 我守在心里面 而我就向主祷告 说我说 耶稣 我不希望呢 我不希望我太忙 没有时间给你 然后呢 冠状病毒的疫情就发生了 当然这个疫情呢 对我们的生命啊 对我们的经济带来 其他的干扰和痛苦 他当然干扰了 我们教会的事工和宣教 但是因为这个封锁时期呢 我不能够出国宣教嘛 因此我现在的一个生活 比较有规律 我每一天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 而且每一天的同样时间起床 而每一天早上呢 我可以早上起来早起呢 花至少一个小时祷告和敬拜 然后我就会读圣经 而我发现说 当我越多这么做呢 我就越多意识到了上帝的吸引 还有他的统在 我就会常常做 这个雅各一章四节的祷告 说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就会祷告说 耶稣 求你呢 一次又一次来扣我的心门 来吸引我 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进到你的内室 因为在你的同在里呢 是复兴跟转变发生的时候 阿们 主啊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所以注意到呢 首先 有上帝的吸引 而第二点呢 必须要有快跑跟随你 好 这个带我到第二点了 你必须要 立刻的回应 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立刻的回应 你看呢 立位是怎么样回应耶稣的 原来呢 立位他是作者的 但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 他立刻就起来了 路加福音呢 五章二十八节说 路加福音呢 五章二十八节呢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 跟从了耶稣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好像是呢 立位放下了他所有的家产啊 他的产业啊 他的储蓄啊 去跟随了耶稣 但是呢 当你看下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节 他说 立位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摆宴席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所以 立位呢 其实他还有他自己的房子 他还大摆了宴席 他邀请了许多朋友过来 而 这其实非常的昂贵哦 当然需要很多的仆人 但是呢 立位他一万有能力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 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 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们 这个呢 跟你心中的一个态度有关系 记得耶稣说吗 他说呢 这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神的国 不关乎呢 这个外在的一个遵守 遵从 但神的国呢 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统治 之前呢 金钱和身份 他就统治了立位的生活 他们引导了他生活的方式 以及他做决定的方式 即使呢 他需要出卖他的同胞 他也会这么做 他会说呢 人们要叫我什么都可以啦 因为最够呢 金钱就是能力嘛 金钱呢 能使鬼推磨 但是 当立位 他听见了耶稣的呼召 他马上就悔改了 他撇下所有 立位呢 他也有完全思想上的改变 他转离所有错误的行为 态度和思想 是违反神统治的 你知道吗 立位呢 他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 他没有像 这个旧约的先知以利沙一样 他跟以利亚的去协商说 当他被呼召的时候 你记得吗 这个以利沙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但是对立位呢 他没有如果 他没有但是 他没有然后 立位的回应呢 就是立刻 他立刻 就无条件的去跟从了耶稣 立刻无条件跟从了耶稣 而立位的反应呢 也不像西门彼得 当他见耶稣的时候呢 他的回应是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所以 立位的回应呢 是完全的降服 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他非常坦诚的 完完全全的 将他所有的恐惧和罪呢 都交给了耶稣 记得吗 他是最糟糕的罪人 那教会你们呢 你们呢 当耶稣呼召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耶稣是你生命绝对的主吗 你的思想里面有什么呢 是情欲是贪婪吗 什么样的态度跟情绪 主宰你的心呢 是愤怒吗 是怨恨吗 你有没有隐秘的罪 或是坏习惯 是你躲着让家人不知道的 教会你要坦诚的 你要坦诚的 完全敞开的来到耶稣面前 当你听见圣灵的声音 在呼召你 吸引你 吸引你来悔改的话 你不要懈怠 你不要怠惰 你要立刻的回应 如果你感受到耶稣在 扣你的心门 而且吸引你呢 进到更大的亲密 花时间来祷告 在沉默与独处之中 你要立刻的回应他 你要像立位一样 阿们 你知道最近呢 辛迪和我分享了 雅各里面的一段经文 这个呢 英文里面是出自信息版圣经呢 这段经文呢 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个雅各讲的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他也象征的是基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他其实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雅各五章 雅各五章就说到呢 在第二节里面 这个苏拉密女她说 这个代表的是信徒嘛 这个信徒说呢 我身睡卧 我心却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是我良人扣门 叫我的声音 所以信徒呢 他就听见了 这个主扣门 敲门的声音 再来呢 然后主呢 这个男人就回应了 代表的是主嘛 他在说话 他说 他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偶 我最爱好的朋友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这里呢 主要进来 他扣门了 但是你看 这个信徒的回应 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 他就回答说 他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么能在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么能在玷污呢 所以 常常啊 我们就像 这个信徒一样 我们听见耶稣 在扣我们的门 但是我们说 耶稣 你等一下好吗 当我完成 我要做的事情 那我才来找你 让我 完成我的雄心大志 让我赚我要的钱 让我先呢 完成所有的目标 那我答应你呢 我答应你 我会给你 你需要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的回应是呢 耶稣 我还没有准备好 让我更多 让我更多呢 沉浸在这世界的 一个享乐里面 我答应你 我之后呢 会回来找你的 而就像呢 这个信徒的回应一样 第四节说 我的良人 他不愿意接受 不 他越多的扣门 我便因他动了心 这个英文信息版圣经 所以主不断地扣门 而当主不断地扣门的时候 这个信徒的心呢 就被挑望起来了 他就很兴奋了 他很兴奋了 所以第五节呢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甜美地准备好 来接受他 我带着渴望与期待 我转开了门吧 我扭开了门吧 第六节呢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 我爱的人 等我等疲惫他走了 我里面呢 就像死了一样 我觉得好难受 我跑出去寻找他 静寻不见 我在黑暗之中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朋友们 雅各呢 他告诉我们的是 不要将我们与主的关系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将我们与主的关系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去忽略 耶稣在你心上 空门 不要忽略 而今天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 不要印着心 你要立即来回应他 你要立即来回应他 教会 在这个时期 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的话呢 上帝在呼召我们 去关注 我们里面的灵 去专注于基督形象 与神亲密 让我们回应耶稣 而且不要再耻炎了 但你说牧师啊 我有需要付的代价 是的 你需要付代价的 有一些罪恶 跟坏习惯的地方 是你需要呢 坦诚的处理的 但你知道吗 朋友们 这是值得的 这是值得的 耶稣呢 他就答应我们 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 说到呢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并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并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你无条件的 完完全全的将生命 降服于耶稣 至少呢 有三个大能的益处 是耶稣应许的 首先呢 这是为了你自个儿的益处 是为了你自个儿的益处 你看呢 三十五节呢 耶稣说呢 那 为我丧掉生命的呢 必救了生命 就像立位跟随耶稣一样呢 这代表说 你必须要放弃 你自己错误的一个生活方式 完全在你的旅行 降服于神 但是呢 这个永生的赏赐呢 远远多过呢 你所损失的 而耶稣 他就应许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章时间 说我来了 是要叫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 他来赐给你生命 是为了你的益处 再来呢 还有第二个 第二点呢 是为了他人的益处 为了他人的益处 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五节说 凡为我和福音 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所以你注意到呢 这是为了福音 而当你想到 立位的故事的时候 你记得吗 立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哦 当他跟从耶稣的时候呢 就是 他邀请了所有税吏的朋友 去耶稣的家那里呢 来跟他见面 他做什么呢 他希望他们可以听见好消息 而其实 立位的另外一个名字呢 叫马太 他其实 就是 马太福音的作者 这个人 税吏哦 立位呢 他就是 马太福音的作者 而其实 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的恩赐 哇 原本呢 立位 他是被人讨厌 他是被他的犹太同胞 所谴责的 但是上帝 将他的生命翻转过来 去成为祝福 去成为了上帝的恩赐 他讲到耶稣的福音 成了好消息 给上百万人呢 在过去两千年来 带来的救恩和医治教会 如果你回应耶稣 圣地 为立位所做的呢 他也可以为你而做 但是还有第三个益处 第三个益处呢 这第三个益处就是 为了耶稣 为了耶稣 马可福音呢 8章35节说 凡为福音 凡为我和福音 丧掉生命的 如果为了耶稣 第一个益处呢 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呢 跟祝福的第一个益处 是很好的 而第二个益处呢 是我们成为他人的益处呢 哇哦 也是很棒的 但是没有什么 可以和第三个益处比较 就是要得着基督 就是呢 可以和耶稣 有亲密的关系 菲利比书三章 使徒保罗 他写了一段 非常感人的话 这几节经文 这个信息版本说呢 英文信息版本说 是的 我曾以为重要的事情 已经不在我生命里了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 为我主人 为最高的荣幸 是亲近的 我从前以为呢 我所有的呢 已经是不重要了 它就像是狗粪一样 我将它们都丢到垃圾桶里 好叫我可以得着基督 并且让基督得着我 哇 教会你知道吗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以为呢 我以为呢 是重要的 要去的地方啊 要完成的目标啊 我呢 在 那个清单里面 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以为这些是重要的 但是呢 和认识耶稣的荣幸 相比 你知道吗 这些呢 都成为了垃圾 你注意到呢 耶稣 他称这个为荣幸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吸引 还有这个护照 只有从选而来 是他至高的作为 如果没有他在我们心上 扣门 如果没有他的邀请 没有人可以来的 愿我生命 愿我生命 最高的荣幸 是我可以得着基督 而且 让基督得着我 教会 基督信仰呢 不是 外在 宗教的一个 遵守和传统 而这关乎的是 与上帝亲密的关系 我来教会呢 不是来参加一个 宗教信仰 当我 三十二年前 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我的生命会改变 当我进到 41 AM 的时候呢 这不是我在想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没有看过圣经啊 我根本没有基督徒朋友 当我呢 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不知道呢 有这样的一个圣灵 主就是那灵 他会住在我里面 而且要在我生命里面动工 去除掉我的不解 而且每一天改变我 让我越来越像基督 可以有人爱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良善 温柔 信实 节制 我不知道耶 当我呢 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 我不知道说呢 有大使命这回事 我不知道你会有命定 去赢得失丧的灵魂 拯救灵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上帝会拆派我 去传福音 可以为病人祷告 叫病人得医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呢 我们会成为祝福 我想要的呢 就是耶稣而已啊 我为什么接受了主 因为我要的就是耶稣 我想要放弃我所有的罪 我想要放弃我生命所有的不解 任何呢 拦阻他的事情 因为我想要的就是耶稣 我想要放下所有 会让我分心的事情 那个时候呢 是我的电脑游戏 是常常和朋友出门 我重新来安排我的生活 把这些都放一边 因为我要有命定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命定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想要的就是耶稣 当耶稣吸引你 在你的心门上 空门的时候 你要立刻的回应 他是我们最大的赏赐 他是我们最大的赏赐 立位 他撇下所有 起来 跟从了耶稣 他立刻呢 圣经说他立刻 在自己的家里 为耶稣大摆宴席 为什么呢 因为立位要的呢 就是耶稣而已 立位要的呢 就是耶稣而已 他怎么会知道 他会写下马太福音呢 他所要的 就是耶稣而已 而本来是一个 非常卑鄙的顺利 他成了 写下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福音书的使徒 像我们介绍天国是什么 其实呢 马太福音 主要呢 是写给犹太人的 是写给那些讨厌他的人的 谴责他的 谴责他做顺利的 上帝现在使用他 而他成了一份恩赐 成为上帝呢 给他百姓的恩赐 哇 你可能说牧师啊 我已经冷淡退后了 我的心冷却了 我没有办法找到 回到神面前的道路 我一直太忙碌 追求生活 追求成功 我已经对属神的事 不感兴趣了 我深深地落入试探里面 进到了罪恶的丑陋 我还有希望吗 朋友们 再人这看似不可能 但再神 凡事都能 这个立位的故事 很美的一点是 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在批评耶稣 和门徒 因为他们来到了立位的家 但是 在这个地方 耶稣说 32节 在第五章里面 耶稣说 我来 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是你 耶稣是为你而来的 祂是为你而来的 祂还在呼召你 祂还在吸引你 祂还在带领你 鼓励你 鼓励你来 跟从我 来 回应 立刻的回应 好不好你来告诉上帝 好不好你回应耶稣 对主说 耶稣 愿你吸引我 愿你吸引我 我就会快跑跟随你 因为我要的呢 只是你 我要的只是你 有时候呢 我们让这个基督信仰变得太复杂了 但这关乎的都是关系 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不要失掉了你与主的关系 阿们 我知道呢 上帝呢 与你同在 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在你所在的地方 他已经来到了这里 在这场智慧里面 我要你花时间 不要赶时间 让上帝对你说话 让耶稣来扣你的心门 让主来吸引你 来恳请你 来驱动你 让主来带领你 好不好你打开你的心门 说耶稣 耶稣 我要的只有你 我要的只是你 可能有一些人 你说明有一些方面呢 是上帝一直在对你说话的 是你必须要悔改的罪 你必须要放下的分心的事情 在过去几个星期 上帝一直在对你说话 呼召你 牵领你 你不要迟言了 你要立刻来回应 而当你这么做 你生命里会有事情改变 今天呢 我请宝希 来预备一首歌 很短的一首歌 四句话而已 但是呢 这个歌词 真的代表了 我们对主的渴望 而当我们在唱这个 敬拜歌的时候 我要你呢 全心全意来唱 让它成为 从你的心 一直达到天上的祷告 让它成为你 对主的呼求 Amen 不管你在哪里 闭上你的眼睛 好不好高举双手 用方言来打耳高 一起来出摸耶稣 在祂的身材 我不想更多 耶稣 祂足够了我 祂的爱已满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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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Jesus, you're enough for me 朋友们,这是你心中的呼求吗? 主要没有什么是我更想要的 但我们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分心 可能对生活的追求 生命的压力 可能有些事情发生 使你跌倒 可能你所注重的人冒犯了你 而这一切呢 是你的眼睛 是你的焦点 分心了 而上帝呢 而上帝呢 是那么的遥远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 救恩的喜乐 可能二十年前 这二十年前呢 救恩的喜乐已经不再了 但是我今天心中感觉 你在呼求 你说主啊 主啊,我听见你的呼召 我可以感受到你在牵拧我的心 如果是你的话 你知道你生命有一些方面 是你需要坦诚的来到主面前 好不好呢 我们倾倒我们的心 不管你们在哪里 将你们的生命倾倒在主面前 说让他知道呢 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呢 放掉这所有的坏习惯 你愿意放弃所有 让你分心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 有代价 但是你所得着的 却远约呢 更宝贵 是值得的 好不好 你今天降服于主 将所有的想法给他 是他在处理的想法 那些情绪 愤怒怨恨 好不好 倾倒在主面前 让你的家成为祭坛 让你的家 现在呢 成为一个祭坛 将这些罪呢 都倾倒这些不结的救主 知道你身边的一些方面 只有主知道 好不好呢 你倾倒在神面前 对了你 寂寞你 来洗净你 他说你来 让我们一起来理论 如果你的罪红如猪 但我使它们白如雪 耶稣我们要的只有你 我们要的只有你 主啊这一切都献给你 对了你这样自己呢 倾倒在神面前 在你面前倒空 在祂面前倒空你的心 Hallelujah 再次来敬拜 You're enough for me Your love has filled my heart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Sing me now Jesus you're enough for me Your love has filled my heart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Sing that again now Sing that again now Sing that again now Jesus you're enough for me Your love has filled my heart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In your presence Jesus you're enough for me Jesus you're enough for me Your love has filled my heart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The Lord is touching many of you You even right now 邪漏的妇人 当他伸出手来 触摸耶稣的衣裳 能力从耶稣身上流露出来 充满了他 而他完完全全的康复了 你现在 封住耶稣的名要的医治 主要为我所有的朋友 我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那些身体上生病的 主啊那些 他们心中有 重担负担的 他们现在要得自由 他们要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在耶稣同在里有医治 在耶稣同在里有释放 感谢你主 感谢你主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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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Enough Enough For Me Your Love Has Filled My Heart And As I Stand Right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thing I want more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少人 你们会说 我要的只有耶稣 好不好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说耶稣 我向你敞开我的心 只要求你吸引我 带我进入到你的内室 让我来经历你 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要看见你的面 我要看见你的荣耀 从今天起 我要跟从你 完完全全的 主要我爱你 奉耶稣的名求 大家说 阿们 阿们 是的来赞美主 阿们 Hallelujah 阿们 让我们 在这个时期 花时间 留出空间 找一个时间 一个地方呢 可以有 沉默独处的时间 一起来寻求神 让我们呢 可以来亲自的 亲自的来经历神 就像师徒保罗说的 阿们 阿们